放出来了!范冰冰被抓包悄悄出现!传中国要求遵守二规定换取自由身。 中国女星范冰冰演出《还珠哥哥》金锁一角后,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演员,尤其近几年五妹娘传奇,我不是潘金莲更是让她人气达到巅峰,将要推出的八星传也备受瞩目,然而就在推出前夕,却被传出她因为卷入阴阳合同,而被中国的税务单位盯上。 甚至已经被消失长达三个月,让外界传闻不断,日前却被网友眼尖发现,她悄悄地回来了。 据东森新闻 报道,范冰冰被卷入阴阳合同问题,被税务单位质疑,利用价位较低的阳合约报税,而一人却实际拿到价位较高的阴合约,即此逃税,让国家单位极度重视。 对此她一次受到调查,已经有数个月消失,就连平常对外澄清八卦传闻的工作室微博,男友李晨也都晋升,绝口不提相关事情。 被外界怀疑这次事情不单纯,日前还有知情人士透露,范冰冰这次完了,已经没办法回到以往的荣光,结果网友却发现她回来了。 近几个月,官方媒体不断放话,认为范冰冰虽然赚得多,却回馈社会少,尤其如果涉及到逃漏税,更是被税务单位所不容。 她的微博自从事情发生后,就停止更新,让很多粉丝担心她的安危,日前却发现,范冰冰的微博悄悄上线了。 有网友发现,已经停止更新的范冰冰微博,竟然在昨天37岁生日的时候悄悄上线,还发不了生日的祝贺。 不过有网友认为,生日的时候祝福讯息是会自动跳出的,但因为该则讯息在不到十分钟后,就被删除,被网友认为是有蹊跷,一是本人终于被放出来。 图片来源,范冰冰微博 事实上,范冰冰工作室的微博,也在粉丝替她祝贺的贴文中频频按赞,被网友认为是要被放出来的前奏, 而网友猜测也不是空穴来风,官方媒体《环球时报》就刊登出确论,认为税务单位应该要尽早让外界知道她的状况,避免人心惶惶,也有知情人士透露,其实她早就被官方放了出来,只是在调查期间,必须遵守不公布消息,保持低调的条件,只能在调查结果出炉后,才能知道自己有没有事情。 希望尽快查清楚,不知道范冰冰有没有事情,很多粉丝都很担心呢。参考来源 作异冰 有没有问题呢? 稍调済